好 马上来关注一下 每选倒数六天 11月5号就要投票 是在美国时间 那也就是11月6号 我们台湾时间的上午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样子一个投票的状况跟结果 那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波澜 10月底还有惊奇 就是现在两党为着垃圾说 大家互相互呛 那因为呢 这个先是川普阵营有去呛一些 这个特定的族群跟特定地方的选民是垃圾 结果拜登想要帮忙讲讲话 又惹了一番争议 他在这个视讯会议里面讲说 我唯一看到的垃圾啊 就是川普的支持者 那他说川普你们把拉美意的妖魔话 是不可理喻的 也不符合美国精神 但这个话就是是不是讲的有点重 就被川普阵营咖头去尾 后面不讲了 就说川普的支持者是垃圾这一番话 又变成这个共和党拿来打民主党的一番话 那贺锦令赶快切割 就说啊我强烈反对基于人们投给谁而做出任何的批评 那我要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 不论你的票是不是投给我 但是呢这个被川普逮到机会了 他就立刻大操作一番 他有开着一个川普垃圾车出来收垃圾 我们来看看 250万万人不是垃圾 我可以告诉你谁是真正的垃圾 但我们不会说那 你喜欢我的垃圾车吗 这车是在康玛拉和拜登 对他说他这台垃圾车是为着拜登跟贺锦令开出来的 那所以你看看这就是选举嘛 那美国的选举让你看到了 现在贺锦令赶快啊 就是切割完之后还结变的时候 喊话就是说 现在要寻求就是改善国民生活 然后喊话说要做一个很包容的角色 只是现在民调看起来 好像川普的赢面更大一点 摇摆州这个六个摇摆州 看起来都是川普领先 那部分像是这个宾州 威斯康辛还有内华达 还有北卡是小幅 这个大概领先幅度小于1% 乔治亚跟这个亚利桑那是 大概领先2.5左右 但是呢密西根州的话 现在目前是贺锦令领先 那我们来看看呢 其实越接近投票的时候 美国又开始一波又一波的 对于中国大陆又开始 又要打抗中牌了 马上又出现了 就说要制裁 就是多达398家这个企业 他就说 这个包含了中国大陆 俄罗斯的一些相关企业 要开始新一波的制裁 因为提供给这个俄罗斯 什么的战争上面的使用 所以展开制裁 还有美国有14个州 其实是13个州 加上华盛顿特区 又要开始控告 TikTok影响了年轻人的心理健康 那你看连布林肯都还是 忘不了这个中国威胁论 他发表演说 他就说啊 这个中国中国中国念个没完 还讲说自己在任内 组建了中国组 至关重要 所以这个还是在打着抗中牌 那我们看美国半导体协会的总裁 就跳出来讲 其实美国不需要对于 中国大陆这样的限制 他说他应该是要变成一个扩大竞争 希望美国政府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 放在促进半导体产业创新上面 而不是只是在那边用一种打击或制裁的方式 那在美国选民的眼中 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讲 中国议题到底有多重要呢 因为对美国人来说 外交政策或许不是决定他们投谁的原因 但是在部分的选民眼中 他们就是越来越恐惧 恐惧什么 恐惧中国快要超越美国了 这是他们心底的一个恐惧 因此为什么都要打抗中牌 但是美国自己的经济 你不要说抗中 你打人家打半天 你自己本质体质要强 但这个看到马斯克这一番话 他说川普当选股市会崩盘 不知道到底是替他助选 还是替他拉垮 他想说因为他会有一些震荡 就是要缓解一些什么 财务压力的一些困境 所以可能会崩盘 结果没想到引发市场上的动大 创下6个月来的最大跌幅 就是川普他们的一些科技集团的股票 那美国第三季的GDP 也是低于预期的 只有2.8%左右 还有有一些CEO现在非常担心 因为现在他们看到 这个财政部 美国财政部公布 2024年财政预算的赤字 突破了1.8兆 增加了大约8% 所以现在看起来 国债越来越多 经济越来越差 反映在哪里 泽伦斯基告诉你一番话 他说你美国4月份的时候通过的军援计划 结果现在我们乌克兰只收到了10% 然后他还奉刺了一番 他就说美国一直跟他讲 你把你的工作做好 靠预备役撑一下 特种军旅再撑一下 再靠一些装备撑一下 结果我们只拿到人家批准援助包裹里的10% 这一点都不好笑 他开始奉刺美国了 我们来问江洋老师 川普要进入白宫第二任 我刚刚在上一节似乎已经预告了 我觉得大概大事已定 因为大概在贺锦丽的民主党大会 提名大会甚至就是泰勒斯出来 当他支持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每天都在看宾州 密西根州 乔治亚州 还有就是亚利桑那州 他们的各种的民调 其实即使是那个时候 川普在有一半的民调 还是跟贺锦丽维持平盘 或者是略输一点或略零一点 你要知道川普的支持者都比较隐性 他来民调问他的时候 其实反应的比例都比较低 这美国自己有一个研究调查出来的 所以当他如果是平手的时候 最后的投票结果 应该川普的胜出的机会比较高 而不是2016那个时候 所有大家都以为说民调代表一切 就过虚伪输得一塌糊涂 现在这个情况更是如此 我觉得其实主要四个原因 第一个还是经济 第二个是边境的移民 这个问题被打得很严重 第三个我觉得是跟俄乌战争 加刹战争影响之下美国境内 尤其是摇摆州里面的这些穆斯林 跟阿拉伯裔的选民 那第四个就是贺锦丽自己的问题 经济这个通膨的问题 你如果经济学者会告诉你 拜登的时期的经济表现 失业率各个方面CPI 经济增长都比川普好 各位雨果一个作家说 你要知道天气冷热 有钱人是看温度计 穷人则是看自己的皮肤来感受 那大家现在外面买东西 以前一块的东西 现在两块三块五块 不可思议的这种通膨涨价 然后失业率的 失业人口总人数 事实上是不断的在增加 现在将近七百万人口 相较于四年前 大概只有六百万出头 那所以我觉得经济通膨 一般的老百姓的感觉 尤其是在摇摆州 这些劳工比较密集的这些州 就很清楚 那即使是民主党 我就是拜登 哈里斯 他周边的人都是那种年薪 十万二十万的 他不感觉到 经济有什么带大的变化 有钱的人反而因为 这个过去这几年 美国的这些股市汇率 所以使得他 大家反而赚钱 但不知道投票的 这个老百姓们 其实不是那么感觉 那这个是一个最严重问题 恩物战跟加萨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 这个拜登这一年来 对于内太亚胡的一种纵容 那使得在特别 威斯康辛 Michigan还有宾州 这些阿拉伯裔的人 这个投票已经大概决定了 他们不会投给现任的 就民主党的贺锦丽 但你说川普也跟内太亚胡的关系很好 但川普每次说 他七月份内太亚胡去 佛罗里达州看川普的时候 川普说 我就认以前你要把战争结束 然后记得问他怎么结束 川普说我不告诉你 这也是一招 你看到没有 所以他就很懂得这个选举 那这个垃圾就更是如此 那贺锦丽 那真的是到后来证明 他真的是一个正能量的草包 刚刚这个杨老师讲我就很有感 因为今天是万圣节 那美国的经济 真的是反映在万圣节上面 我给大家秀一下 我刚刚就是想到的时候 我就查一下 因为看到很多相关的报道 就是美国他们现在万圣节 都是在缩水 然后今年卖最好的是 M&Mens的巧克力 大家都是在消费降级 就是很多的这些品牌 卖巧克力卖不动 因为很贵 然后有些人就敢说 今年就不要巧克力 过万圣节就这么简单 买一些便宜糖果 所以美国现在经济 真的出了蛮大的状况 我们来问一下左老师 好 当然了 其实毕竟即使是这样子 这场选举当然还是一个 很难预测的选举 因为双方差距太近了 比如像说前几天 在纽约的这场造势大会 垃圾岛的说法 在美国从波多黎各 移到美国本土来的 这些选民的身上 到底会发酵到什么程度 在宾州就有50万的 波多黎各的移民 那么宾州上一次 拜登赢了8万票 所以说这一次的宾州 会不会因为波多黎各的选民 在最后因为这件事情的发酵 而改变了他们的投票倾向 或者加强了他们投票的意愿 我觉得这些都会对于 宾州最后的选举结果有影响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 就是说贺锦丽的确到最后 这一段期间感觉上 是有一点预政乏力了 那特别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川普的这个竞选 我觉得有两点 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 第一个当然就像 刚才杨老师讲 你看他对这个垃圾车 用垃圾车来表达 他对这个垃圾 这个说法的一个反对 我觉得其实是很有创意的 虽然他是保守党 虽然是这个 共和党一般是保守党 就是保守派的选民 但他是很有创意的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他的这个一个主选 主诉求 民主党到现在为止 给大家的感觉 他的主诉求还是什么 就是在于说这个就是反川普 那另外而共和党呢 给大家的主诉求 在川普最后一次 肇事大会上 他的主诉求就是移民 反移民 但这个反移民 他又连带到 大家的生活费用的节节上升高 因为移民带来 美国经济的这个难题 所以这些我觉得 其实是比民主党 更有说服力 其实贺锦丽在宾州的这一场 节变其实说的很好 包括说这种诉求于 全民的总统 包括于诉求于川普的 这种经济政策的错误 但是很可惜 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像这样子的一个诉求 他需要更长的时间发行 因为他毕竟涉及到 比较细节的这种政策的对比 那我觉得他其实来了晚一点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 他的这个制裁名单 为什么在最后关头 这个制裁 提出这个制裁 当然他有打底的意味了 就是等于是让下一任 的总统有一个 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把他要制裁的这一阶做完 但我觉得比较有趣是 他对印度也制裁 其实今年四月的时候 美国也对印度进行制裁 所以过去美国 大家都认为美国跟印度 关系很好 美国应该会支持印度 去跟中国大陆的竞争 但是你可以看到 其实美国对印度 跟伊朗的合作 印度跟俄罗斯的合作 美国也是不放手的 所以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 也值得我们去观察的面向 印度并不是那样子一个 百分之百的美国的盟友 事实上我觉得就是 百分之六七十顶多 好请教将军 我觉得美国这次的选举 我们看贺锦丽跟川普 所提出来的一些政策 其实重点还是在 他们自己国内的经济 是最大一个问题的 虽然说可能有移民 可能有美国外交邦交 或者是俄乌战争其他因素 但是我觉得对选民最有感的 还是他们经济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柯林顿以前讲过 笨蛋这个问题在经济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还是回归到经济 那现在我觉得双方来讲的话 都想要办法说争取 这个所谓的中产阶级的 选民的支持 所以我们看到贺锦丽提出来 很多的具体的端出来牛肉 她说第一个我们要改善老师 对不对 每个老师要加薪多少 13000块美金要照顾年轻人 所以年轻人如果买房子的话 我们要给他2.5万的美金 来协助他买房子 然后要鼓励他们生小孩 所以生那个小孩 每个人可以减税6000块美金 那他们算过 美国五党级的联盟 叫做联邦预算委员会 算过如果说是贺锦丽上台 10年之后他们的国债 现在来讲虽然说是 35.7兆美元 但是这还不算高 如果按照贺锦丽这种政策来讲的话 他们认为贺锦丽10年之后 美国国债会再增加3.5兆 那川普开的那个 这个卫福更大了更多了 他甚至要取消消费 小费税等等 我想大家都还印象 还有这个印象 那如果川普上台来讲的话 他们10年之后 美国的国债 会是贺锦丽的2到4倍 也就是会增加15.2兆 那你想想看 一个国家来讲的话 会受不了受不了 那他们这些钱从哪里来 贺锦丽他们这个民主党政策 就是从这个增加 从富人税 房屋税 从这些税收来争取 那这个川普来讲 就很简单粗暴 增外国人的税 跟外国人要钱 所以很明显 他跟中国要科增 甚至于科增到百分之百 其实他百分之百还是小说 他有一次 他说要到一千 百分之一千的税 从外国来科增来增加 但是我觉得这些 都是选举语言 我们听听就好 那但是问题是说美国如果说是 在这种这个国家的 国债问题上面 不做一个长期处理来讲的话 美元这个长期来讲 他往下的 在国际间往下滑 是必然的趋势 甚至于有可能遭受到 灾难性的这种灾害 然后如果说说 从泽伦斯基来讲的话 他虽然说只收到百分之十 那我试想一下 我们台湾能够收到多少 所以如果说美国在卖给我们台湾 这些武器 是不是能够如期交互给我们 这真的是有值得我们深思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